当地时间2月21日,粤港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宣讲会在香港举行。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,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,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石安,广东省省长马兴瑞, 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办公室主任王志明,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修等中央及3D政府官员出席。 林郑月娥表示,随着全球与周边经济体的竞争加剧,香港传统产业的优势正在缩窄。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和保护主义抬头的今天,香港所面对的挑战更趋严峻, 大湾区正好为香港发展注入新动能,也为港人拓展了事业的新空间、新机遇。 林郑月娥强调,香港要转换角色定位,由联系人转向更加积极的参与者, 特区政府也要做大湾区的促成者、推广者,最终让全港市民成为受贿者。 林郑月娥说,特区政府未来的工作重点将集中在六个方面。 林郑月娥说,特区政府未来的重点工作包括, 第一,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、航运、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疏楼的地位, 第二,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, 第三,为优势范畴开拓发展空间, 第四,加强大湾区内城市互联互通, 第五,推动青年创新创业, 第六,充分用好香港的国际联系和国际网络, 向海外推广粤港澳大湾区, 吸引资金和人才落户大湾区。 粤港澳大湾区有7000万人口,经济总量达1.5万亿美元, 是中国开放程度最高,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。 广东省省长马兴瑞说, 目前,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领导小组已经成立, 近期将出台广东省观彻落实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, 及三年行动计划,广东省将尽全力抓住这次重大机遇。 把澳大湾区建设作为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总牵引, 主动与港澳共同做好毛划落实工作, 以更高站位、更大的格局深度对接中央要求。 港澳所需,湾区所向,广东所能, 举全省之力推进大湾区建设。 粤港澳大湾区设计一个国家,两种制度,三个关税区。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士安介绍, 澳门在粤港澳三地车辆便利通行湾区方面, 已经做出有益的探索, 未来将围绕大湾区新的各项汇民政策, 发挥政策创新适应田的作用。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将围绕大湾区各项为民的政策, 与广东省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共同努力, 继续务实创生, 勇于发挥政策创新的试验田作用。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林念秋表示, 大湾区事关国家发展大局, 有利于丰富一国两制的实践, 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, 但大湾区潜力巨大, 前景光明, 希望各界同心协力, 共举大势, 推动大湾区发展向前迈进。